大家好,我是茶几 搏肌类运动因为观赏性高一直都很受欢迎 特别是近年越来越流行的综合格斗 那和其他运动一样 搏肌类运动也是会有作弊的情况发生 但也不外乎是自己吃药 或者给别人吃药 再不然就是被不讲武德的年轻人偷袭之类的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作弊事件 其创意志高甚至震惊了整个综合格斗界 它就是著名的滑溜溜事件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邱三成勋 邱三的原名是邱成勋 1975年出生的他 是第四代的在日韩国人 虽然是在日本出生 但国籍却是韩国 他也一直打从心底认为自己是个韩国人 受到老爸的影响 邱三三岁就开始练习柔道 也学过空手道 拳击 跆拳道和巴西柔术 在竞技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回到韩国 一心想要代表韩国处在奥运 而邱三在韩国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2001年4月 在蒙古举办的亚洲柔道锦边帅上 邱三还替韩国拿下了男子81公斤级的金牌 不过和很多领域一样 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实力 更重要的是血统 实力邱三是有了 但是韩国柔道界却认为邱三的血统不够纯正 尤其是在日韩之间互相仇恨的背景下 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邱三 根本不可能被选为韩国代表 而为了能够完成奥运梦 同年9月 邱三选择规划日本 改名为邱三成勋 2002年 邱三代表日本出战辅山亚运 也顺利地拿下了金牌 更解气的是 邱三在决赛中打败的 是曾经一起练习的韩国选手安东真 那本来这都还好 但是比赛结束后 邱三竟然跟媒体说 虽然我是为了柔道加入了日本籍 但我永远都是韩国人 感谢那些声援我的同胞 那这一番话 让邱三马上成为重死之地 一方面 韩国人痛骂邱三是卖国贼 明明是韩国人 却入籍了死敌日本 还在韩国举办的比赛 代表日本打败了韩国人 而日本那边也是非常不爽 嘴里吃着寿司 心里却想着泡菜 这渣男般的发言 让邱三在日本和韩国形象大黑 不过邱三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一心想要出战 2004年的雅典奥运 为此他居然想出了 前所未有的作弊方式 2003年的日本代表选拔赛 邱三成功打进了决赛 对战前奥运冠军中春剑三 但是比赛刚开始没多久 中春就算裁判投诉 邱三的柔道福异常滑溜 主判亲自确认过后 认为没有问题 结果邱三打败了中春 成为日本代表 参加同年10月 在大阪举行的世界柔道锦标赛 在锦标赛上 虽然邱三连胜第2、3、4战 但是他法国、蒙古和土耳其的对手 事后都抗议邱三的柔道福 不寻常的滑溜 因为第一战的对手没有出现 邱三不战而胜 所以等于邱三的所有对手 都有同样的投诉 这在柔道比赛史上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邱三自便说 可能是洗柔道福的时候 下了太多洗衣精 洗不干净 有残留 所以才会滑滑的 而接下来的处理方式 我个人非常喜欢 国际柔道联盟的李氏 三杀太狱了解事件之后 指示邱三要在接下来的准决赛 和对手交换柔道福 结果交换了之后 邱三马上输掉了比赛 之后在败布复活战 邱三同样被指示要交换柔道福 然后再次输掉 最后只得了个第5 自然也失去了参加雅典奥运的资格 后来有人翻查记录 发现原来邱三在电视节目上 曾经说过 把柔道福弄滑对比赛有利 所以让妈妈用柔碗机洗道福 主持人当时就批评邱三的行为 胆小懦弱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邱三作弊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 讲求诚信的日本人 对邱三失去了信任 直到再也混不下去的邱三 在2014年5月 宣布退出日本柔道界 转行综合格斗 转职综合格斗之后 邱三表现出色 不到两年时间 就打出了九胜一负的成绩 名叫Akiyama的他 还得到了Sexiyama的外号 但是邱三转之后 仍然非常滑溜 2005年 邱三和外号猛兽的选手 争夺85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虽然比赛开始后两分钟 邱三就凭索计 让猛兽投降 但事后猛兽投诉 邱三的道福有奇怪的气味 和异常滑溜 导致他根本没法控住邱三的腿 不过举办方没理会 最后不了了之 但到了2006年 除夕夜的这场比赛 平常都是穿道福出战的邱三 竟然不穿了 究竟他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是因为这一次的对手非常特别呢 这一次邱三的对手 是英廷和志 外号格雷西猎人 因为在90年代中后期 综合格斗界的各个级别 基本上都被格雷西家族的成员称霸 但是英廷凭着他擅长的索秦师摔跤 打败了格雷西家族其中的4个成员 在邱三对战猛兽的那场比赛里 担任庞树的英廷亲眼看着邱三 是如何打败猛兽 比赛结束后 邱三还对英廷呛声 所以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谁赢了 谁就是日本第一 比赛刚开始 邱三和英廷都非常小心的试探对方 除了开始后两分钟左右 因为小邱三被踢到 而暂停了一下下以外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时候 英廷就尝试过抓住邱三的腿 但是失败 比赛重新计时后 两个人继续试探对方 直到开始后三分半钟左右 英廷再次尝试控制邱三的腿 但是却被邱三一个华丽转身避开 失败之后 很明显英廷开始慌张 并开始后退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清楚看到 抓腿失败之后 英廷做出了暂停的手势 甚至大声要求裁判暂停比赛 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 之后英廷被邱三光滑的双腿 乱的方寸 被邱三一直压在角落 过程中虽然英廷有再尝试抓住邱三的腿 但依旧失败 借着英廷满脑子都是邱三滑溜的双腿 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任由邱三压在身上 被羞辱了一分多钟 那同样在这过程中 虽然英廷一直大声呼喊 但裁判仍然不理会 指示比赛继续进行 直到比赛被终止 裁判才假装好心的问 到底邱三哪里滑了 不过裁判依然没鸟英廷 之后还宣布 邱三技术性寄倒了他 比赛结束后 可想而知英廷有多愤怒了 那同日 英廷就提出素面抗议 这时候邱三还在辩解说 自己因为有多汗症 出汗太多 所以才滑倒了英廷 但是11天后 邱三在记者会上 终于承认在比赛前 抹了美国痣 含有凡事林和甘油成分的润肤霜在身上 而邱三的解释是 因为自己皮肤干燥才涂的 还说不知道比赛时不能够涂 那更离谱的是 原来邱三抹油的过程 还被电视台派了下来 但主办方确已 既然在镜头前面 而不是躲起来涂 所以不是故意的为理由 判邱三不小心过失 而不是恶意作弊 该场比赛无效 没收了邱三的奖金 要对英廷公开道歉 和无限期停赛 那场比赛的裁判 也全部受到了处罚 日本网民称这次事件为 Nurururujiken 邱三的外号也从Sexy Yama 变成了Nuruyama 邱三从此变成了邱三 而然而邱三在竞赛期间 并没有闲下来 平常没空谈恋爱的他 在这段时间 把日本名模 视野自保最大的手 被竞赛九个月后 就被同意付出 之后因为在日本格斗界 所向无敌 成绩是惊人的十五胜 一败两无效 韩国人觉得 邱三替他们出了一口气 加上每次打完比赛之后 都会大喊 大喊民国万岁 邱三在韩国的形象 开始从黑转白 虽然2009年转职美国后 七场只赢了两场 但是邱三的事业重心 也慢慢从格斗转到演艺圈 积极参加各种韩国的综艺节目 我自己就是看家族诞生认识他的 到了2013年 邱三又带着女儿出演 《我的超人爸爸》 韩国版巨石强生的路线 走得非常成功 成为了人气偶像 还拿下了各种代言 不过就还差柔碗机 和润腹霜的广告 这好吗 这不好 那好了 我是茶几 我们下期见 拜 不许打 позволтер